蓬佩奥发表宣告 对全世界过农历新年的人们表示祝贺 当地时间次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宣告 对全世界过农历新年的人们表示祝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这则宣告被刊登在美国国务院官网上 全文如下 世界各地庆祝2月5日 农历新年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福 在这个新的农历年中 让我们继续加强我们与盟国及合作伙伴的关系 并邀请所有国家和我们一起努力 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愿诸年为所有人带来健康快乐和繁荣 美国国务院官网截图 此前一天 在除夕夜中国人吃年夜饭之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设讯的方式给中国人民拜了年 在设讯中 安倍首先用中文说大家过年好 随后表示 2018年是日中关系史上重要的一年 国民之间的直接交往 在深化相互理解和深化相互信赖方面 起注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9年是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年 愿投入更多力量 推动以青少年为主的国民交流 安倍晋三最后主任在新的一年里 日中关系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环环 相比之下 直接给中国人拜年的安倍诚意 似乎比蓬佩奥大不少啊